这个课程会有5至7个人 是一个比较小的班 当然是我教的 我会给你更多的资料 会讲一下技术 如何去弹,做一些基本的技术 然后是如何去教学生 有两个部份 我想会暂时定是8课 希望在7、8月 可能比较有空 我们去到9月 除了说如何去教学生 如何去照顾不同需要的学生 如何去计算一些课程 尤其是自己去教 其实是一个业务 你不是在职属一间公司 所以你自己有个数 有本数 你要知道你的支出收入 就算去别人上楼 还是在自己的地方上楼 在家架也好 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或者你每一年 你有什么活动 这些是很具体的 你做一些很具体的 很清楚 很具体的 人家就会喜欢来你上楼 当然是要有个心机去教 你不是收到学生 就算了 那是不行的 是吧 我们都要继续去留意一下 他的发展 我们如何去观察他好些 如何去帮他练习得好些 有很多这些东西 我都会在钢琴教育的课程里面讲解 我相信我都有些经验 可以分享给你们 帮助我 或者大家也有经验 可以拿一些东西 大家讨论一下 在我们小组里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欢迎你们email info at theresewan.hk KLAIR就会给我这些资料看